首先我们说我们的参数w1 w2我们一定是要等于 刚才说的op那个点对吧 等于什么opx 我们说他等于他每一次迭代 对吧 迭代我们说wt 这个t加1等于wt 加上这个东西乘以一个我们自己选择的学习速率叫eta 它代表我们要每次要更新的速度是多快 那么我们要通过试错的方法选择这样就要叫做超参数 hyperparameter for learning OK 那么这是我们得到的这个式子 Bt plus Bt加上什么呢 这个写错了 还是这个eta 我们来进这张这样一个式子 那么大家看啊就是我们在这里用到一个技巧呢叫随机梯度下降 什么叫随机梯度下降呢 就是说我们看这里是一个是错分点的总和 但是我们在建立这个学习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通常可以做的是 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把这些点都合在一起 而是我们每次 给它一个样本每次给它一个样本 然后看它是对的还是错的 如果是错的呢我们就 呃就计算这么一个梯度 那么就是说 实际上我们可以有一个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式子 就是说w1t 我们就随便给一个一个例子啊 加上某一个数据 没有这个加和的符号了 某一个数据 就就是说它是随便它取的 一个爱属于m乘以 x1 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因为呢在我们实际的一个 这个算法的操作过程中 首先有些时候我们并不是说 没有ope了 首先我们并不是说呢 一开始就有所有的数据 我们有的时候这个数据是一个一个来的 假设我们做一个银行的一个 呃侦测这个作弊的一个系统 对吧 侦测这个作假的系统 那么可能每一个副样本 就是说做真的就出现问题 就预测 但我们作假系统 我们当然是需要让它预测 对吧 每个预测错的样本的出现呢 是一个一个来的 而不是说我一次呢 把所有的样本都集齐了 那么这种样本一个一个过来的情况 实际上最好的方法是 我们不是去求所有错误的和 而是一个错误一个错误的去算这个题度 对吧 那么在数学上来讲呢 当我们的数据量乘千上万的时候 啊我们也可以啊 就是采取 即使我们有所有的数据 我们也也应该采取 每次只抽出少量数据 当然最极端情况 就是每次只抽出一个数据来更新的方法 因为我大家想这个迭代的一个循环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WT加1到WT WT到WT加1的过程 可能要一千步一万步 假设一次我们使用所有的数据来计算梯度的话 那我们的计算机就会崩溃掉 对吧 所以我们往往抽出少量的数据 那么在极端情况下就一个数据来计算 它是一种比较高效的方法 当然 这样的方法又引入了随机性 因为数据的先来后到本身 会影响我们优化的一个过程 但是这个随机性本身呢 有些时候也是好的 OK 我们说随机往往也带来一种健康 好 那么那么我们来把它这个这些方向写圈 那每次过来一个数据 每次过来一个数据 如果这个数据我出错误了 我就调整一点 对吧 如果这个数据我没出错 我就什么都不变 那么我们在数据上在这里看 在这就一个学习的过程 每次数据来一下 这个线就会动一下 每一个数据过来 这个线就会动一下 当这个我当当我这个数据来时 它是正确的 它就不变 当然这就会导致这条线不停的在动 因为有些时候 我们永远无法做到 完全完美的分割 这两组点 那么我们在这里引入的方法 加大技术叫做随机体度下降 这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优化方法 也是机器学习到深度学习大部分时候 我们会用的优化方法 我们是基于整个数据集来更新参数 不是基于整个数据集来更新参数 而是基于每个数据点来更新 这样的好处在于可以减少每次一算的运算量 不必调用所有的数据 方便更新坏处 可能有的时候会慢一点点 但是在数据量大的数据量大的时候 反应反而效率非常的高 是一个非常主流的预算方法 当然它还有很多的改进版 OK 那么随机度下降 是我们这个课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之一 我们说对于感知机这样的算法体现了一种 就是逐步迭代学习的一种经典的一种思路 OK 那么大家去感知一下这个东西 OK 好 那么我们讲完了这个感知机的训练过程 我们来讲一讲 如何去判断一个分类器是好还是坏的 那么我们说的这个问题 本身看起来好像很简单 但实际不是 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会想 那么如非就是分类的准确性不就可以了吗 就我把正确的分类的数量和错误的分类的数量 做一个比较正确的分类的数量 除以总数不就可以了吗 但事实上情况并不是这样 首先我们说我们的这个在测试级上进行一个验证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分类准确性 并不是简简单单的 是一个准确率 还有一个重要的概念 就是说其实我们有一个真指表的概念 这就先给大家讲一下 最好的衡量这个事物的分类的准确性的代理率 是用这样的底下一个表单 就叫正类负类 正叫叫真正类 假正类真负类 假负类的这么一个分类 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首先什么叫真和假 什么叫正和负 正和负说的是样本的 真实样本的分类 比如说有阳性的病人和阴性的病人 或者说两种不同的花 一种和第一种和第二种花 真实它本来就是有这种两个类 对吧 那么就是正类和负类 什么叫真和假 那么就就这是 那么就说这是刚才正和负 真和假 就是说我的预测是对的还是错误的 对不对 就是说那么真正类是什么意思 出破的题 真正类的意思就是说 是 而它真实的情况下就是正类 而但又被我预测正确的叫真正类 什么叫真负类 那么真负类叫出negative 就是说它是真实 但被我预测为错误的 那么什么是false positive 就是假正类 就是它本来是假的 被我预测为正了 它本来是负的 被我预测为正了 那么什么叫false negative 假负类 那它本来是负的 被我预测为负的 那就预测对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看 事实上 这个首先 equisite就是我们说最简单的 叫准确率的 确实是说 我们是把我们预测为正的 预测为对的 预测对的 和除以总数 就可以算的一个数 非常的简单 它等于那是真正类 加上假负类 也就是说我预测正确的总数 除以 这后面这四种的总数 也就是说样本的总数 对不对 但是在有些情况下 这是不够的 我们要经营一个precision 那么是叫做正确率 那么这里面说我 如果我们比较关注的是正类的话 那么其实我们并不太注意 需要注意负类的情况 对不对 那么我们就从正类的这个准确率入手 那就说在正类的预测准确的数量里面 去除以我预测 我的预测的 我的预测为正的数量 我预测为正的数量 也就是在我预测为正的数量里面 有多少是正确的预测 那么这就是叫做准确率 也就是预测为正的数量里 有多少我预测是正确的 那么还有一个东西叫召回率 它说的是预测正确的东西里面 有多少我就在正确的 在正类里面有多少被我们预测正确了 也就是说我们逮住了多少 可以简单的这么理解 比如说我们有一千个正类样本 我们的预测 呃捕捉到了995个 那么我们的这个这个就是99加5 对吧 我们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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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他所描述的是 我们不希望有漏网之欲 正类我们都希望把它捕捉到 所以我就会用 recall来衡量模型的好坏 比如说假设啊 假设有一些情况下 有一种病 我们这个病一得一得就死 那么最怕的就是说我预测不出来 这个病也就是说我预测到这个病以后呢 呃我预测到这个病 但如果我预测的是错的 那么不会死人 但是如果说这个人呢 他我他明明有病 我没预测出来 他就完蛋了 那这个时候最好的办法 就是用recall这个这个指数 他说的是呢 我要在在我的这种真实得的 比如说绝症的这个人里面 有多少被我预测到了 就是recall 那precision呢就不太好了 就是说比如说 假设啊我现在这个 有一千个这种病人 当然这里面呢 我预测有十个人是有有这个病的 当然这个预测为十个人呢 有这个病的都是有这个病 那么这个precision是百分之百 但recall呢其实是是 其实呢是百分之一而已 那么这个差距就非常的大 那么我们不希望这种结果 因为这样很多人就会死掉 对不对 但有些情况下可能precision 就是更好的一个衡量 对不对 那么这两个precision和recall 往往是互相矛盾的 如果我想得到一个高的precision 我只需要呃比较保守的做预测 我需要呢大量的 我都预测为负样本 那么我少量的预测为正样本的 我让他都对就可以了 如果我们要recall呢就相对来讲 我就要aggressive要向进攻性强一点 我需要你只要能预测为正的 我尽量给他预测 我不要有漏网之余 我在之后我再说 那这两者是矛盾的 一种偏保守一种偏激进 我要保守就会不激进 要激进就会不保守 那么为了综合权衡这两者 我们就发明了一个fe score 叫做准确率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 他们就可以综合这两个指数 来衡量我的这个代码 我的这个算法的好坏 那么在我们并没有强烈的这种偏好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综合这个fe score 来衡量一个分类器的好坏 就是一个天然的绝佳的衡量 那么我们要用理解这个图 也可以看一下这张表格 对不对 当然表格里面 我们把真正的假负类和预测为正 预测为负 都用不同的方法表达了 大家仔细去观察一个表格 会得到一个对这个问题更好的理解 那么这是我们说 这个对于分类器最重要的一个测试的指标 当然这些运算都是在我们的 我们昨天讲过的测试级上来进行的